每年都不一樣 但這幾年有一種趨勢 就是從比較嘻哈 比較Hip-Hop 比較展現自我的音樂 這是一種比較會得獎 另外一種就是 還是一樣我們台灣的主流 就是我們叫芭樂 就是抒情歌流行歌 這個是一直以來都是金曲獎的 雖然常勝軍 但是他的競爭相對也很激烈 因為做這種歌的人最多 嘻哈或是有一些舞曲啊等等的 他在金曲獎上面 他有時候會被探討 要不要讓他得獎 因為畢竟嘻哈或電音 我講了我們是用語言分 我們不是用曲風分 所以有時候呢 就會有一些評審 或有一些人 他們就會感覺說 例如說 在我們金曲獎的錄音獎項裡面 那嘻哈音樂的音樂元素 大部分都是用合成器 或是用MIDI 電子的電腦音樂 他不是真實彈奏 所以他少了一點 人樂手的感情 那他的編曲 他的錄音技術等等等 是不是沒有那麼好 但是他的音樂聽起來是很好的 是很飽滿的 很舒服的 所以這個就造成了一種 大家不同派別 不同的喜好 不同的說法 各自都會有人 為不同的曲風投下他自己的一票